超胜率的反而是我们最后一家进铸的 底牌看起来最差的90S 90欧 那暂时BONOMO在这里AK还是领先 但是有整整衣服盘中有整整一半的奥斯 是被其他三个玩家占据 然后他成功顶住 那这给了Justin BONOMO非常多的积分牌 这场比赛他拥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像BONOMO这样子的玩家 得到这样子一个筹码量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那这边他现在暂时是有150万的积分牌 那现在我们Action回到了蓝桌 这边Rubo在枪口位 手持勾9童话的牌 跟住了1万2 然后呢我们来自上海的ST 在这里是A圈 枪口位加1的位置 做了一个6万的加注 在前支位已经有枪口位令的情况下 他的确是可以直接做一些激进动作 去想显显排力 也是为了格力 那这里顺利的拿下底次 谢谢大家 这边Beyond Lee 枪可外加一的位置 拿到A10 他在这里是选择 加住到5万的几分牌 A10这手牌是可以在这里加住的 因为这手牌 首先他的牌力不支持做埋伏 因为不是顶端Range 而做一个Limp之后 面对对手后置位的Squiz 他是也很难去跟住对手 因为是比较输对手 大部分的SquizRange 所以他这里选择自己主动加出来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构建的前置位加住范围 那今天这里直播解说 有我Selena Ling跟阿童 然后呢我们也会有大亨 今天会帮我们调班 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里做的解说 那这边我们看见 Davoris枪口将2的位置 拿到了K圈 那他选择 22万6千的几分牌 打个All-In 那这里我们有看见 不幸的是Andre Rubio Cut-off way 拿到了一对圈 那这边我们是Davoris 几分牌是比Rubio多 那我们有看见这里 战师Davoris 他是三个K的Out 那当然这张转牌给他多了非常多的Out 现在是任何9K 可以让Davoris拿下底池 多了两头买胜 一张9到尾 那我们不幸的看见Rubo被淘汰出局 但是Rubo呢 现在还可以再次买路参加比赛 那现在赛场上是应该还是有25、6位的玩家 那这些职业玩家一般他们是不会放弃再次买路的机会 他们一般任何豪客比赛都是会坚持买路到底 这边是有25、6位的玩家 那这里Pagorsky在枪口位跟住了12000积分牌 首持的是A10 那这边Davaris也选择跟住19 那这里我们看这个Watson是拿到87童话的牌 他在这里Hijack他也选择了跟住 那我们看见王佐在这边也选择了跟住 然后Bjong Lee在一对八 庄家卫过牌 Flob拉起来是Divers击中了天两队 我们的Watson是拿到了两头抽胜 在前置位过牌之后Divers选择 在前置位过牌之后Divers选择 试探住在六万的D之中下了两万三分之一的额度 那是个短的关系 我可以看到红桌现在是换了几个玩家,拆桌上来 刚才不是阿文已经淘汰出局,现在买入一手,刚才又淘汰了吗? 不不不,就是因为他刚刚的筹码梁是凯文·布诺摩,他有60筹码 哦,他还剩筹码,OK 那他现在是真的去再次卖路了 可以看到刚刚那手牌,果然两队是跟八七买胜打完 但是在合牌,即使他买到了胜子,在合牌也是击中了葫芦为对手,被淘汰出局 那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游戏,我们好多次有看见,就是在FLOP领先的玩家 在TURN被超越,然后在合牌继续返超 继续返超 这是让大家需要大心脏才可以打的比赛 那我们看见这个比赛暂时是有70手买路 那上场还有26位玩家 那这是我们在外面的几座,又看见Jason Kuhn 还在这个比赛中 还在这个比赛中 我们50万港币短牌的冠军 Steven Tan 那我们这边是Waikin Yong Steven Chadwick Tom Duan Tom Duan Tom Duan 選擇再一次买入 Richard Dion Pofor Pofor 那回到我们现在红桌 我们看见有四位玩家打到了合牌 那这好像都是 前 返牌前都是平扣进来 然后呢 Check了两条街 那在这边Bono 他是合牌中了顶队 那我们看见这边 曹蕊他是拿了顶两队 那曹蕊的顶两队在后支位是 需要开枪来收取Value 然后他这里下了一个半底池的座 三万积分牌 Bono Bono A圈 B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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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挡了对手的顶队 也阻挡了对手的顺花 这是一手可以跟住的手牌组合 但遗憾的是不巧 撞上了对手的顶两队 不过在这样一个小的底次 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跟住也无伤大雅 就好 一万块一千来 YA 封 75 这边的Jungleman Daniel Kitts 跟住一万二的肋分牌 we're going to tip him bigly with sugar in like fucking forever in the future don't use the word without because it sounds too much like the word with yeah just 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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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gar 那这些老外都说你到亚洲来要用非常基本的英文不然的话会出很多问题 那这里Romaine他本来是埋伏的A但是呢去后面没有人家住所以他现在是有五人看法牌后 那这边我们现在看见Jungleman Daniel Cates的盈利最高是有一对十然后呢是可以买顺买花的面 所以在这个面上他的发展面是非常好的 那这边只有圣一位玩家跟住是David Peters 那他在这里是翻牌中了两队 在Tun上被对手击中顺子 那这个转牌 那这个转牌 David Peters知道是比较危险的 那选择马上起牌 是 谢谢 请 ourselves 谢谢 ixel 拍摄 张 对 att 张 张 可以看到Cas这里是拿到一堆勾在于TG 他目前的筹码量也是非常的深 有90万 选择令 他只击中了三条勾 在这个湿润的盘面 他应该会直接领先下注 去索取一些听牌的价值 我已经有了 我已经有了 那是你 那是 可以有K9的褲子 在9-9的褲子 在9-9的褲子 可以 可以 你 是 K9-9 K9-9 褲子 那些褲子 看起來很棒 你看起來很像 你看起來很像 那些褲子 在場地會直接放棄 還在A9打射 那些褲子 我看起來比較小 那你ista 我看起來更有利 對嗎 我看起來比較冷 對吧 我看起來比較冷 很舒適 對啊 召唯过派 我又进入一个三加坊后底词 我看不见了flop 那是为什么我玩这样的 我看不见了 那是为什么你玩这样的 我玩在阻碍 我玩在阻碍 现在全都没意思 如果有一个阻碍阻碍阻碍 那是你 我们应该试试 曹瑞目前是击中了中队 暂时领先 但这个面对于大家来说 都没有拿到特别好的长城牌 目前是击中了三条的曹瑞 可以在这里选择下注去索取一些 顶对或者是一些买牌的value 他还是选择在前置位过牌空吃 那这个八 对没有任何有任何帮助 那在这里曹瑞选择下注一万三千的级分牌 那这边Daniel Kate 他是两队的牌 圈圈和六六 K的踢脚 那Jungleman前面说 这曹瑞比平时看起来聪明了 因为他今天戴了副眼镜 他现在在拿敌队六的思考 就是在想对手的bluff范围 没有抓到 这里可以看到两位玩家拿到了守对七 Divers Divers拥有两头买肾 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两头买肾只剩下了一头 只有圈 因为四张气都已经分别被掌握在其他人的手中 但是面对他这样子一个领先下注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人的手牌是拥有支付他的能力 Pogoski Pogoski是一会拿被盖帽三张的一对七去选择跟住吗 他可能要选择操作 Pogoski在这里选择加足到七万五千的棋盘法 因为他智力也知道 面对一个对手的下注范围 他的一对七是落后的 那么他可能想利用这张转牌的攻队A的面 去给对手造成压力 目前来看 由于Diverse的下注是在转牌下注 他的代表牌里面是有A的范围 对手面对他的下注直接加注 可能有可能是已经成了葫芦 因为我们知道在短牌中 即使是在特长机中三条A 如果没有非常强的踢脚 一般也是会选择在前置位跟注 所以这手加注在这里也显得牌力非常的强 这边Action到红桌 我们这里是David Peters跟Makita Badak Sikowsky 那这边David Peters他是枪口加二的位 选择加注六万的积分牌 Badak Sikowsky呢 他是最优势的位置是庄家位 拿了18 做了个call 虽然他的底牌并不好 但是由于位置优势 加上对自己技术的自信 完全可以去对前置位的玩家 做一个跟注 游戏翻口 那Badak Sikowsky作为庄家位 他是翻牌前 需要下注一万二的积分牌 所以加注为六万的情况下 他不需要补那么多 现在对手是直接下注了三万 我们可以看到在短牌里面 这样子比赛大家的在翻后的操作都并不多 是翻后比较低频率的炸火 所以在刚刚那时候 琪琪对Gojo的对抗中 我们非常少看见 对 这Pagosky在这几天 我们有看见他在翻牌后 做的一些动作 会跟一般打着短牌的玩家不同 看得比较激进 好 这里Future 0.3 是看到了一个跟他毫无关联的牌面 只能无奈选择放弃 那现在刚进入直播时的观众朋友们 这是第二轮一百万买入的短牌 那现在暂时他们是还可以再次买入 一共有71手买入 然后呢现在暂时现场还剩29位玩家 那这边我们看见 曹瑞在枪口位 跟住一万两千的击分牌 那这里Fish 203 跟住一万两千击分牌 在Cutoff位 那我们这边 马来西亚的鱼威巷 在庄家位 这边我们看见Fish 203中了三条 这边我们看见Fish 203中了三条 好 那这边曹瑞有买 顺的机会 卡顺 好 三加全部过牌 那三加全部过牌的情况下 我们这里转牌 看见马上给曹瑞带来了 他要买的顺 下注两万五千的击分牌 那这里Fish 203是三条石是一定会防守的 他选择跟住 并没有overplay他的弱三条 并没有overplay他的弱三条 那这个合牌没有带来Badisakowski的葫芦 那这边 曹瑞是在合牌领先 是应该会拿下这个抵制了 对 他这里的过牌就是非常稳健的策略 面对正常尺度的Badisakowski的过牌跟住 同时也隐藏了自己的范围 不知道这里Mikita会不会选择加注呢 目前面对对手这样子一个一条line 他可能会错误判断自己的牌力 他做了一个value value到了比自己大的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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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刚刚的曹瑞是 法极环 孟琦 你可以看到Badisakowski的招式 他也第一次抓到 信号 对 对 对 两位玩家拿到天胜 一位玩家拿到了第一两队 那这里在装位的Diverse是势必会要索取一些value了 在666的抵制中他可能会下注3万到4万 下了一个非常小的2万2 他还想留住对手范围里面更多的组合 但是在多加底池我是倾向于下注更大 可以看到他对自己非常的自信 敢于放更多的对手进来 简直为过牌 我可以看到在一个多加底池 Flink是非常轻易的弃掉了自己的flop第一两队 为什么打短牌比赛没有那个钟呢 怎么都那么慢呢 这里ST在问Beyond为什么大家都考虑了那么久 因为昨天长牌我们是有旁边一个积分中的 那每个decision每个玩家都是只有考虑三四秒的时间 那你如果要更多的时间是要给叫积分卡 那个时间卡的每张时间卡是可以你多30秒的思考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ST也是一个思考时间非常迅速的 对有点急性子的玩家 不能说急性子 除非他的做反应的决策比较的快速 对 那他当然有可能对就是短牌比较了解 当然就是这些西方玩家有可能第一两次来打短牌 那么在合牌出了十之后两家玩家基本确定 因为都拿到了Nuts 那我想在这开牌后ST应该会有话说了吧 那我这些职业玩家他们一般思考时间都是会比较平衡的 他们会就是每一手牌都会思考的非常久也比较深刻一点 他们就是不想让对方从他们时间的方面拿到任何信息 可以看到这里共识下了一个小柱 在这样的面单张A乘顺的情况下 单张A乘顺的情况下 他能value的组合并不多 所以并不能下一个大主 这样子没有任何牌能够支付他 在这里他希望就是对方如果是两队啊或者怎样可以支付他 那我看见这里Diverse他手持的是加注的积分牌加到30万 然后Jayson Cruz到来这里是一点call 然后玩家都比较淡疼比较失望 打了一个三条街的底池 但是只是跟对方跳 那这边我们看见Betisakowski不幸的被淘汰出局 又是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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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了K圈 那这边我们看见Betisakowski还有再次买路的机会 看中美塢所長的根本 這裏我們看見 Rubo槍口722的位置拿到勾式童话的牌 这副牌是在这短牌里是必玩的 特别是面对没有任何action 那这边Rubo他是选择打all-in all-in了30万的积分牌 那我们这边看见Beyond拿到了A圈 那写得库 那写得库 好,来到今天 多少钱? 500 5还是5 530 531 你确定是300,对吗? 我们再看在清点两家的玩家的筹码 他选择call用89同色 也是三手在德布中面对all-in-range非常强的牌 可以看到他的89同色的确是拥有33%的盈率 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跟注 一圈差不多吧 89落后一点,他都差不多了 他都差不多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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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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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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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9 你能不能看你的櫃子,還能進入 你不讓你讓通常會禁止你做甚麼你想 你應該能做甚麼你想 這邊我們看見Makita又再次買路了 然後也還做同一張桌 這就是你,在你拍攝了一招 時間到嗎? 我的天,這很可憐 這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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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裡拿到了非常好的一手 就是同色 這裡遭遇到了 後置位的擠壓 Makita說他暫時在這個系列裡面已經買入了700萬港幣 你參加費 然後呢,主賽還沒有開始 對 所以可以看出來這個 比賽是非常的貴 系列賽的每一場都是好可賽 如果你要把這系列賽的每一場比賽都打完 並且 由於無限制買入的機制 這些好可玩家可能會 所以 如果誇張的話 在這樣一場系列賽中 報名費就可能超過 2000萬以上的港幣 對 兩位玩家來說都不算差 因為 AK拿到了頂隊 可以帶 抽銅花順 又再一次 我們看見出來了銅花順 對 對 即使集中了下單也沒有什麼用 因為是皇家同花順 所有牌力裡面的堅果派 堅果中的堅果 然後 對 所以在淳上直接宣布對手 交給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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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more. That's what it's for. This tournament's the splashiest tournament that's ever been. Like right here, right now. 这边Brenkenny 枪口位 用AK的牌 all-in 30万的积分牌 那这边我们看见Jason Kuhn Hijack会拿到A goal 现在是想考虑要不要callBrenkenny的all-in 因为这里Brenkenny也是拥有差不多40个前驻左右的积分牌 那在这里Jason Kuhn选择了也all-in 用A goal 那这边我们看见有两位玩家进入翻牌后 然后呢我们这里有威胁的玩家是Brenkenny 那现在暂时Brenkenny还是领先 现在我们Jason Kuhn需要的是三张goal的out 可以看到在这手转牌来到一张9的情况下 那有很大的概率会是两家chop分前任何的工队 那这里我们看见Brenkenny成功地做了一个翻牌 哦 翻倍的 现在应该是有60万的积分牌 那我们这个级别是应该不能再买路了 我们现在前驻是8000 大猫是16000 那这边Brenkenny他现在积分牌非常健康 暂时有80个前驻 这边Kuhn 枪可位加2拿到了一对K 跟住1万6 他在这边做了一个埋伏 我们来看一下后置位的玩家有没有能够squeeze的牌力 OK 你谨慎地选择过牌 那我们是四位玩家到翻牌后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面对KK 我们的ST往左90同色这手牌 依然现在保持的非常大的优势 那他在这个面上是可以买顺 然后加顶队 哦 加中队他现在这里是 中队买顺和后门花 是很好发挥的牌 那在这个翻牌面上 Jason Kuhn做了一个跟住 Jason Kuhn当然知道他在这个翻牌的面上 已经有可能落后了 他在转牌再次选择过牌 他在转牌再次选择过牌 他在转牌非常谨慎 那这张合牌也是Kuhn不想看到的 Riva 那他好像在这里是考虑要下注 他在转牌 他选择下注了四万五千的几分牌 他在转牌 双连了拿下抵制 我让你给大家看 他在转牌 这个比赛不是重播比赛 它是我们今天一版外买路第二轮的赛事 是现场直播 并且我们的画面是比现场选手的游戏 是延迟了半个小时 那这边ST 拿到了K8童话的牌 跟注一万六千的击碰牌 那这边Brenkenny是圈时Cut-Off位 也选择跟注 那这里到Pogoski 在庄家位过牌 那这边是三位玩家进入翻牌后 那这边我们看见ST 他是中了中队 然后Pogoski的中队在这边 他的踢角更大 对于三位玩家来说 这个牌面都稍有关联 下了一个比较大的注 在六万两千的迪士里面下注四万 而Kenny是用卡顺后门花 卡顺后门纳斯瓜听牌 是选择做一个跟注 以保护他在这手牌里面 依然存在的23%的权益 那这边Pogoski 面对一个下注跟一个跟注 他选择把他K-GO的牌 弃掉了 那非常幸运的是 在这转牌Kenny 他买到了他的卡顺 然后Pogoski他的K-GO 因为在翻牌的时候没有跟注 他现在是并没有危险 那这边呢 我们看见ST在转牌 现在有买花的机会 对 中队买花 中队买大花 至于他想要追第二场 那他在这边选择了 继续下注九万的几分牌 在这里来说 可能会遭遇对方一个Race 因为目前有 两门买花面 并且对手已经展示了牌力 有很强的支付能力 那么Bogoski这里一定会选择 选择 他还是选择万打吗 它是像黑咖啡 它是黑咖啡吗 是黑咖啡 然后就是 那这边合牌 确实来着方片 那这边我们ST 他是有顺利买到他的铜花 并且这里 他可能会得到很大的支付 因为他的后门铜花在这里 非常非常的隐蔽 在目前没有攻队的情况下 Bogoski可能还会觉得自己的顺子是非常大的牌力 领先对手的 大部分组合 并且对手这里还是有很多 比赛小的Value组合 以及一些破产的黑桃听牌 这手牌在腾上的慢打 合牌来到了一张方片酒 他选择埋伏 这是一手非常好的埋伏 那这里的话 Bogoski应该还会继续下注 在这个面上 后门花非常隐蔽 往左ST现在 在前两条阶的下注 以及合牌的过牌 展现的一个牌力是三条 顶两队到三条的牌力 这里Rankini需要损失惨重 然后他选择下注挺大的 29万的积分牌 也差不多是满炮的下注 那面对这个29万的积分牌的下注 他这里一个Race All-In 是给了对手非常非常好的赔率去跟注 深深套持 ST的埋伏非常的厉害 他对对手的范围解读非常非常的精准 在拿到一只好不容易买到的超强牌之后 他选择冒险在前置位过牌 非常有把握 对手会在合牌继续下注 然后他这里选择了 因为Kenny当然是非常难看的脸色 因为他知道 对他知道这里他应该是落后了 所以多为了 算得多吗 还有这个 真的有多少 有更多的600 不错 我觉得 那这边看来是ST的积分牌应该比Kenny多 并没有 应该还是留下了4000 哦 现在还剩4000 两者的积分牌几乎相差无几 ST这里打了一手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牌 你这里会在这样子一个牌面的情况下 那听到的后手后门铜花在合牌check race吗 还是直接下注 我应该是会看对手 那在这对手在 这个像你说的后门铜花 他都应是比较就是不是很obvious的一个手牌 这边我觉得就是可以check过去的 然后check race all in是可以打完的 那我觉得他直接在合牌推all in的话 那Brenkenny因为手持顺也有可能会做一个call 将来他需要打Brenkenny别的range也不得 一定就是Brenkenny手上是一定是有顺的牌 那 他这里如果是选择前之位下注的话 他是不能打奥林的 因为这样子肯定没有check race好 呃是这样子情况 他手里拿的话 那么他觉得能跟 他打光出去对手能跟的范围是什么 对手能跟的范围大概是顺子 但是如果对手是顺子 像圈石之后排的话 一定是在他选择check hole 因为他的排力后门花是非常隐蔽的 对 他check hole对手的顺子一定会打出来 那这个时候选check 但是当然对手的range里面不一定是顺子 对对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在这里我选择前卫下注的话 我可能会下注半尺左右去抓取 除了顺子之外更宽的一些对手的排力范围 比如说一些三条一些两队 那因为我 但是我觉得ST在这里打的好的是 呃如果他打半尺的话 Brain Kenny他只会支付他这个半尺的value 他应该不是不会退all-in的 对 所以ST在这边他可以取到更多的value 对 by checking 对 并且check hole的话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对手 呃很多破产听牌的一些bluff 对 那他这样得到价值会更多 对 也是非常的大心脏 我这里的话可能会只选择稳妥的 求一些稳妥的value 那当然就是打短牌 啊 呃 这经验方面我是 不多 然后一般也就是只有看他们这边 传奇扑克的直播 才会 对短牌更有了解 对 这种ST的check race真的打的非常的漂亮 可见他对 后这位玩家对手的一个范围解读是非常非常精准 他知道对手一定是有一手能够在合牌 他过牌之后打出来的一个范围 因为如果没有相当大的把握的话 如果遭遇对手的后卫过牌 他的这手统花是损失太大了 她的成为结果 ET 踏盐 行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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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